你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达仁乡安硕村的连锁超商 是游客从西部行进台东必到的休息点 不过那块土地经过乡公所查报 是属于国有地 公所从100年左右就争取土地返还 并且走上了法律途径 在今年7月法院判决出炉了 达仁乡公所胜诉 未来连锁超商必须拆屋还地 位在达仁乡安硕村的连锁超商 是许多游客从西部行进到台东必到的休息点之一 未来草补隧道开通后更将成为黄金地段 而那块土地经过查报是属于国有地 因此乡公所从100年左右就要求超商业者还地 但超商业者仍持续经营 乡公所只好走上法律途径 而今年7月法院判决出炉 达仁乡公所胜诉 经过三次的一个就是裁法之后 我们是决定就是打那个就是寻求法院 然后这个判决 我们在大概就是6月17月 我们就判决就我们就赢了 所以他们必须要拆除 未来超商业者必须拆屋还地 否则将强制拆除 对此超商业者则不愿多做说明 只表示会依照司法判决 目前超商占用的据点 刚好就位在草补隧道出口处 因此乡公所希望规划成休息站 让来到台东旅游的民众 第一站就能在达仁乡停留 未来也不排除与超商业者合作 提供游客更多服务 记者蒋文杰达仁乡报道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